50歲女子來到銀行櫃檯 要匯一萬一千美金到美國 引起行員的注意 女子自身對方要寄一箱禮物給她 但是箱子在法國海關被扣押 警方詢問箱子裡頭裝了什麼東西 女子的回答令警方啼笑皆非 警方進一步詢問 才知道女子一個月前 收到一名自稱克魯茲的 美國男子傳來的訊息 對方用愛人來稱呼被害人 以溫柔公式取得女子信任 他自身在伊拉克擔任為核部隊将軍 要來台灣和女子共度一生 因為箱子被扣押 他請女子汇款一萬一千美金到美國 把箱子贖回 這個都不攏 稍微擺 他跟他說他在那邊 結果回美國 他現在是在伊拉克 詐騙集團在網路上 隨便抓了一張美籍熟男照片 鎖定未婚女子詐騙 雖然假冒美國人 而且還是用中文通訊息 被害人依舊被耍得團團轉 警方統計 詐騙集團假冒為核部隊將軍 獲司令身份詐騙 光是今年就有十三起 索性警方跟銀行人員 及時阻止 避免女子的血汗錢 進到詐騙集團手裡 記有連家訓 黃總英 海中報導 語蜜蜜蜓